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整个像一个大广场一样 非常的滑贵 头上有一个很硕大的这种水晶灯 让我想起了漫画书里经常说的一句话 小宇宙已经达到了两万了 因为这个水晶灯看起来是光芒四射的 好 进入了那半人之后呢 我不知道是怎么一种感觉啊 只是我觉得我现在身边多了一个人 又多了一个人 但是现在大家是看不到他的 因为他也不大想再出镜了 他又是咱们美国的前总统布什先生 布什先生刚才跟我说了 他今天一路这样跟着我走 走到我们这个贵宾厅呢 他确实觉得太漂亮了 美国现在也没几个能赶上咱的 他就跟我说了 以后要不就尝到咱们这带来坐坐 不知道大家欢不欢迎 我也没跟他能说 欢不欢迎 他又说了 这个水晶灯啊确实漂亮 他想要复制一个拿到美国去 我跟他说您就别复制了 就尝完这带来看看就好了 咱这水晶灯多漂亮 带到您到美国去 又不知道什么感觉了 这是中国水 好 我想如果在这个地方啊 照一张像 感觉不一样 可以做一个留念性的东西 其实这大的这个接待室呢 也相当于我们这大的一个 很神秘的一个景点了 如果能过来留个影 如果能过来就是参观一下 摸一摸这些 这些沙发 这些桌子 我想也是对我们这大学生来说 也是另外一种体验 那么今天说了这么多 我们要进行下一站的精彩了 一起来吧 参观完了十七层之后呢 我们现在来到了行政楼的最高层 十八楼 这里呢是一个露天的观光台 让我们继续看一看 外面的风很大 一个观光台 好我们来看看 它也是一个圆形的结构 很多的花花草草 很漂亮 然后我们也看到了 特别具有神秘感 让我们找了很久 我终于找到的一个东西 就是传说中的天眼 这个天眼呢 造型是特别的独特的 就像一个人的眼睛一样 那么特别别致的地方呢 它还用一些这个长方形呢 模拟出了那种人的这个眼眨毛 看上去呢 特别的低针 像不像眼睛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